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今天聊什么习俗信仰543 我是乐乐 在能力7月份呢 大家直接会联想到的活动呢 就是中原普渡哦 那中原普渡呢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 到底能不能参与 那而且中原普渡的由来又是什么 今天呢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咯 让我们一起欢迎马康伟牧师 乐乐好 大家好 牧师好 今天呢又要来拜托牧师 帮我增广见闻掌知识 关于这个中原普渡 首先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中原普渡啊 讲到中原普渡啊 我们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什么叫中原 原来在传统的道教习俗里面 我们有三原的节啊 就上原节 中原节 下原节 那上原节呢 讲的是姚帝 姚顺语汤文武周公 所以呢 这种以孝道或历史的传承 很好的 所以呢 但过头了把它当神明 在那里祭拜 所以叫上原节 所以每次过农历新年啊 我们有天官赐福 因为姚帝管天 叫做天官 那帝官是谁 就是顺帝 顺帝 所以刚好就是农历七月十五 他的生育 那下帝呢 就是鱼 大鱼治水 所以他是水官 姚顺于上原中原下原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宗教的专有名词 这个节日 中原普度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所谓中原是指顺帝 以道教来讲 他是要纪念或庆祝顺帝的生日 然后做出的一个普度的情况 那后来在民俗的里面 跟佛教结合 因为我们在传统的生活里面 社会习俗 但完全的佛教 完全的道教有了 但是基本上都混在一起了 好 那道教呢 叫做于兰彭慧 就是穆年舅母的故事 就是相传 穆年啊 他练了神通之后 发现妈妈居然在地狱里受苦啊 吃的东西都变成火啊 吞都吞不下去啊 所以呢 他就把他妈妈救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跟佛教 道教两个就结合 后来又形成鬼门关的概念 所以我们讲中原普渡 其实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典故 去还原 也就这一百年 这一百年的历史 中国传统民俗 宗教文化 没有中原普渡 所以这变成在台湾独特的 中国东南沿海还有东南亚才产生的 在日据时代 因为台湾以前被日本人统治过嘛 日据时代他们做过一个调查 叫做旧冠 旧古时候的习惯的那种田野调查的里面 大概他们推算 就这一百年的之前就没有的 那跟当时的时代环境 有关系的 所以原来是这样子 我还以为 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中原普渡 原来是这一百年才有 对 华北地区没有 华中地区没有 就这一百年以台湾为主 中国东南沿海 东南亚的华人 为了生存 为了生计 跟宗教结合 因为亡魂太多了 所以说要普渡嘛 是这样子来的 OK 所以我现在真的透彻的了解 到底为什么要中原普渡 那牧师我想请问一下 就之前你也有跟我们分享过 像比如说烧纸钱 或是拿香 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我们的基督教教义里面 我们并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面对中原普渡 其实是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面对到 譬如说 可能你是公司里面的职员 或是你是主管 或是你们家族 因为每一次中原普渡 哇塞 真的是满街 还有人封街 来做这件事情 那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教会好像 形有于力不足 好像力不从心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文化的转化的过程 有时候我们的中原普渡 用的比 过旧命年还冷 旧命年 新年还冷冷清清的 长了中原普渡 台湾头台湾尾 整个的驴岛都在疯狂 好兄弟祭拜 那我们基督徒如何来看待这个现象呢 其实他还是跟佛道教 因为我前面说了 他跟佛教结合了道教 结合了鬼门关的概念 再加上一个特殊环境的时空 因为清朝末年 民不聊生 老百姓要活下去嘛 怎么办 然后在自己的地方 人太多了 粮食不足 所以就想说 我们到台湾去看看吧 到东南亚 一些地方看看吧 所以要过黑水沟 会产生一些溺壁 这个船难的问题啊 到了台湾 水土不服啊 吃的东西 导致身体疾病啊 或者是打仗啊 戒斗啊 等等的因素 所以产生中原普渡 给他这100年 整个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会中原普渡的地方 都在沿岸 例如说基隆 老大宫庙有没有 因为普渡是登陆的地方嘛 淡水 今天我们淡水是一个极点 大船进不来 以前船是可以开进来的 所以淡水的普渡 那是很设大的 真的是大珠宫 嘴巴里塞翁来啊 各样的祭物 就是多得不得了 那当然我们现在都简化了 那就变成说 都一些基本的 这种 这个食材 好 所以我们要说 那我们基督徒面对 这个情况呢 一 我们要了解 圣经中的真理 因为人死不为鬼 这是很重要的 人死不为鬼 所以不需要祭拜 因为得救的基督徒 在主那里 不是得 还没有信约书的 也不会说消灭不见 他不会轮回 那会产生中原普渡 这个普渡的概念 是孤魂野鬼 所以呢 我们给他普渡 让他往生 让他去轮回 让他去投胎 不要在这个中英界 游走 让他可以投胎的意识 当然呢 从一个善良的一个想法 OK的 但是他的背后是一个迷信嘛 因为没有轮回这件事 那基督徒就这一辈子 所以我们不会形成这种普度的概念 那面对我们的家长 或者是老板 那我想我们的底线 这个很清楚 也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基督徒要了解 我们的底线是不祭拜 我们不祭拜 但是呢 帮忙协助可以 那个帮忙协助的用意 是为了维持好的关系 不要跟家族 因为信仰的不同 被误会了 决裂了 那主管觉得你就是不败害我们不赚钱 然后背了一个黑锅 那我们可以帮忙 但是让长辈 让主管知道我的信仰 我想今天这个时代是可以尊重的 说老板啊 我不会祭拜 我没有拿香 但是我在旁边 我是可以祷告 祷告上帝 让公司一切顺利 平安发大财 没有问题的 我想说信仰他是可以尊重的 我相信呢 其实牧师讲的这个方法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有用过 那可能我们公司里面呢 也有很多人 他们并不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 那很多时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给大家一个实质的建议 就是真的像牧师说的 你可以做一个事前的沟通 而且一定是在生活当中 他们就会知道你是基督徒 而不是到这个当下来说 不好意思我不拿香 因为我是基督徒 他们反而觉得很奇怪 所以其实这沟通的桥梁是很重要的 不过这边我有个小小的疑问 中原普渡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有满桌的菜 对不对 有很多祭拜过的食物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很多基督徒都会问说 牧师那我这样 我到底可不可以吃啊 好 从信仰的角度 不管是不是中原普渡 或拜拜过的食物 对神来讲只要是食物 房屋都是洁净的 对神来讲只要是食物 都是洁净的 就平安的吃吧 好 那我们不是刻意 好像我的神比你大 我的神比你厉害 所以我吃 就做刀枪薄露 百病不生 不是的 是圣经说的 因为他把这些赐给我们 所以是我们身体健康 那面对这个问题 那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不能吃 其实圣经的准确的含义 是为了一些软弱的人 他也许过去是别的宗教 后来信了耶稣 他会觉得那是拜过的 因为他的观念里面会认为 拜过的是属那个神明的 或者是属那个偶像的 甚至说属鬼的 所以他说你怎么可以吃呢 吃了 那你就等于是教鬼啊 好像拜偶像啊 不是 那因为他还在软弱的阶段 所以我们当下不吃 因为当下来不及解释嘛 当下不吃 为了他的缘故爱他 不要产生冲突 事后我们要教导 尤其我们当牧者 或者是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 要了解圣经的真理 要去教导他 对神来讲 凡物都是洁净的 好 你就奉主的名吃 但是呢 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到庙里面 哎呀 就吃啊 人家在那里 那个大拜拜 然后呢 就吃到有没有 流水席啊 那不是的 那个是宗教仪式了 就等于参与 祭拜 我们不祭拜 但是呢 我们可以 就是如果他卖出来 拜过的 那卖出来了 我们就吃啦 这因为不是在仪式当中 所以重点 我们只要不在仪式的里面 不祭拜 都是OK的 嗯 所以我觉得牧师这边 回答的超级 超级的详细跟完整 因为真的很多时候 在教会当中啊 可能有一些 他才刚进入教会的 他真的会有很多 这样的疑问 是 那我这里也补充一下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讲的太直接了 这是属鬼的 这是属撒旦 真的那对方会觉得 产生宗教对立 那我也反过来讲 好 那如果我们认为 那是属那个神明的 属偶像的不能吃 我们等于 把我们的信仰 推翻掉了 怎么说 因为我们的神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那一位 如果那个笛吧 猪肉败过的 说基督徒不能吃 因为他是属那个神明 属鬼的 我们等于宣告 我们的神不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他什么都管 就是笛吧管不到 这个亚来 凤梨败过的 所以不能吃 哇 那等于是宣告 撒旦有权势 我们的神好小 居然一个亚来都管不到 我们的神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全知全能全在 那我们会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邪恶者 或者是所谓的神明 撒旦 窃夺了神的荣耀 他偷了神的荣耀 所以让人以为那是属他的 所以上帝已经管不到了 那你基督徒怎么可以吃呢 这是错误的观念 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 大胆地吃吧 只要他是食物 只要是食物 对身体健康 不管人家怎么办 他留出来 卖出来的东西 我们就尽量地吃 因为不能说 因为小偷偷了你的东西 那个东西变小偷的 主权转移 所有权是他 不是的 但我们面对软弱的弟兄姐妹 他有这个疑惑 甚至认为那个是属神明的 属鬼的 不能吃 那事后我们要准确地教导 祷告的当中 让他了解真理 真理才会叫他得以自由 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大家在能吃与不能吃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他是很有弹性的 但是你要去观察一下 你这个环境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 尤其没有不能吃 对 那我觉得事后这样的教导也相当的重要 可是牧师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很多人觉得那个中原普渡过的食物啊 好像都很容易腐坏 然后他们就说是因为被好兄弟吃 是这样吗 很容易被俘坏那是真的 那是一个确实的现象跟事实 但是好兄弟吃了 那又又不是答案 基本上我们在家里我们生活习惯 东西放久了的确会坏掉 但没有像中原普渡坏得那么快 为什么呢 因为中原普渡是大家把所有的寄物啊 供物啊全部放在一起 在同时间它会烧香 它会烧纸钱 而且它那个量是很大的 虽然在庙里面 或者是在街道上 但是因为它是集体的在那里烧 集体的在那里办 所以烟雾散不掉 形同一个半封闭的状态 一个半封闭的环境 而那些烧掉的那些纸啊 纸钱啊或者是香 它会释放出一些元素来 跟食物附在食物上面加速食物的腐坏 不是说因为它的经验这个东西我放一个礼拜 放两天都OK啊 为什么两个小时就坏掉了 那因为天气也延了嘛 中原我们知道农历嘛 夏天嘛 然后因为是集体的 所以释放出的那些元素啊 烧料的东西附在食物上加速腐败 人稀了对身体也不好 被头昏啊 眼花啦 四肢无力啊 甚至晕眩啊 甚至要命啊 所以要了解 它有科学可以解释的 不是神明吸了 所以我们说 那个烧香啊 第五阶段连神明 孤魂噎鬼都要吸食为香气嘛 不是的 好像那个食物它吸了 所以东西坏了 因为它把那个精华吸走了 所以食物坏了 不是 是那个烧掉的这个元素啊 附在食物上加速腐坏的结果 所以它其实呢 就是一个化学效应 而且呢 因为农历七月喔 那个天气又炎热 然后又是个半风闭湿的地方 大家一起烧 食物本来就很容易坏嘛 是啊 对不对 欸不过呢 今天我们在聊这个中原普度 其实牧师刚刚有提到 中原普度这个概念 其实它是有一个超度的概念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会问说 好啊 那基督徒不超度 那你们到底去哪里啊 因为这个就从信仰的根本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有生命气息 有灵魂是上帝的创造 而且是一次性的喔 我们没有投胎转世轮回的概念 那别的宗教有嘛 所以呢 在他们这种轮回肝里面 当然会产生普度 因为有很多渊死 我刚刚说到那一百年 一个大时代的悲剧 很多人啊 这个渡了黑水沟 台湾海峡 到了台湾 然后又产生土地的这个抢夺 漳州泉州啊 这很有名的啊 所以这些早年的这些生活的地方 这种普渡现象是很多的 因为很多壮兵 为了这个戒斗 就是意外身亡嘛 那所以呢 就要超渡他们 所以很多的地方你会看到 什么有义务公啊 大众爷啊 百姓庙啊 义民庙啊 这些地方就表示这个 多少年前的这个土地上 有很多戒斗的事情 或很多的死伤 原住民跟汉人啊 跟客家啦 或者是以前荷兰 荷兰时代啦 日据时代 清朝时代啦 那种对抗 所以产生大量的死亡 所以就一个异种 所以产生今天的这些庙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就产生普度 因为在佛教道教观念里面 他就不得超生啊 不得投胎嘛 所以只好透过这些宗教的仪式 来超度亡魂 那他们可以投胎转世 是这样子来的 那其实身为基督徒啊 在圣经上是不是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生命的解答 圣经是上帝的话 他是真理的基础 真理的核心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神的爱让我们走出 这些人为对这种恐惧的想象推论 而上帝给我们的是永生 将来与主好的无比同在 与他同作王的荣耀 是的 所以今天呢 真的很谢谢牧师啊 来跟我们分享 关于中原普渡的由来 以及中原普渡的含义 那其实也给了我们基督徒的朋友们呢 很实际的一些做法 当我们面对呢 在这个农历七月份 大家所说的可能是有很多禁忌的月份啊 也是一个中原普渡的大日子啊 那我们应该抱持的一个尊重的态度 但是呢 大家要记得哦 我们可以协助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你公司的同源 或是你家中的长辈去做准备 那是为了关系的凝聚啊 是的 不要交恶了啊 没错 这个是为了我们爱彼此的缘故 对了 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没错 但是大家记得哦 我们是不拿香也不去做任何祭拜的哦 那同样呢 当然刚才牧师所说的 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呢 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仪式 其实是因为 神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把他的救恩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不致命亡反得永生 希望透过这一集呢 大家都可以更了解其中的含义 那今天聊什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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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面对中原普度 如果我们从历史考证 宗教习俗的追溯 我们发现它大概就这一百年的发展 所以我们基督徒如何溯本追缘 而且能够委婉的跟我们的骨肉同胞 讲这个过程 因为它不是正统的我们所谓的文化 因为面对其他的地区 都没有这种文宗教的现象 但是呢我们把真正的孝道带出来 把真正的那种传福音 那才是属灵的一个普度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愿上帝赐福您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聊什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